我告诉你啊 以后莴笋买回来 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酸辣脆爽 好看又好吃 首先莴笋用波纹刀 给它切成波纹片 这样切出来的片 不仅好吃 而且还好看 用它切芙萝卜 切水果都特别的漂亮 然后撒入炒菜两面的盐 给它翻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我每天都在分享 这次的小技巧 麻烦你帮我点个小红薰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加入姜蒜片 小米辣 泡椒 一勺白醋 一勺白糖 一勺盐 适量的凉白开 给它腌制两个小时 就可以开吃 这样做的泡窝笋 酸辣脆爽 越吃越想吃 你也去做起来吧